这边是海景第一排 是 这边确实是海景第一排 放眼望去碧海蓝天的壮阔景致 近距离坐看大船入港 疗愈迷人的好景色 就在海洋之都高雄 不过这不是饭店或民宿 它是前阵渔港的多功能服务中心 简称船员会馆 一直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盥洗设备 厕所甚至沿他们的用餐 买一些家乡味 或者是吃一些家乡的东西 这样的地方都没有 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个 比较优质的一个场所 进出前阵渔港的外籍渔工 一年估计有上万名 以往停泊靠岸时 他们总是在船上生活 洗澡时简单围个浴巾 下着船就在街上走 基于人权考量 才有了新建船员服务中心的想法 因应他们的祈祷的需要 所以这个是木质地板的 还有礼拜坛 就是他们在膜拜用的礼拜坛 我们也都会准备好 船员会馆主要服务的对象 以三大移工来源国 印尼 菲律宾及越南为主 渔业属赤资4亿多元 预计年底开幕营运 但外界似乎不太看好 渔业属他们定价是一个晚上 大概是1500元 但是你仔细算一下 他们船员的薪水有这么多吗 船员一下来休息是 最少是一个月的耶 你一天晚上要他喷1500 一个月几万块就这样没了耶 他们附和得起吗 船员会馆初步规划 双人房1500元 四人房2500元 高雄议员白乔英认为 房价并不低 若只固定服务渔工 恐怕营运会有困难 而且月暑去年三度招标 都发人稳金 主要原因我想是因为 基本上它这栋大楼的设计 是以福利为出发点 就是为了要照顾渔民而设计的 它不是为了赚钱要设计的 所以以商业经营的角度来说的话 12间的店面 在餐饮业来说是太少了 但是以旅宿业来说 只有60个房间 那只能容纳120多个人的话 它又是不够大的 总干事讲明了 以上业的角度很难判断 利比得失 最后由高雄区渔会 接下经营重担 是最好的选择 也有很多旅店业者 或者是这个有人在询问了 就是但我能不能住啊 我们都可以开放 而且再加上渔会跟农会 本身之间就有很多的交流 我相信以我们这个60个房间来说 如果应付各地来的农渔会的 这个有伙伴们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来 好好的经营这一块 渔会表示房价不能单考量成本效益 以服务为优先 船员住宿当然会有折扣 工会也号召船东帮忙分担费用 只是扛营兵之责 必须设法拓展客源 除了兼做会议 产销训练班 船员会馆未来也提供背包客入住 就一般的市民大众来说 它是还有一定的新鲜程度的 就是很少人会接触到像这样子比较工业型的这个渔港 大部分我们认为无期必杀 一般的消费者去那边吃东西 大概都见多了 但是属于这种工业型的这个渔港 全镇渔港可以说是整个台湾里面最不一样的 船员会馆的未来还没开幕就引发争议 外界不便认为和中央豪值80亿亿 大投资全镇渔港整建工程大有关系 有如金子班打造的消息一出 仿佛打扮政坛的醋坛子 质疑中央重南清北 有人说不需要改建签证 但重点是你不能乱花 一开始也是高雄市政府去提报 签证渔港需要修缮哪一些 那我们借了他一开始好像只提报3000多万吧 那为什么后来会一路飙升到81亿 这中间经历过几次的追加预算 从3000多万到20几亿到60几亿到80几亿 那苏贞昌前院长他说因为我觉得要一次改建 不要只修一点点 那57年开港使用之后后来就地方也有说 这个很多设施已经跟国外没有办法比较了 很多设备已经老化了 那台湾的渔越环境也做一些改变 这个全阵渔港必须要做一些改造 那这个改造的过程是要一件一件来 还是一次把它做好 其实有不同的评估 如果我们今天单独看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来 那有些工作时程就会拉得很长 那这样对地方来讲 或者是说对那个动线来讲会有影响 渔越署强调 浅建渔港是全台湾最重要的远洋渔业基地港 改善一步到位是有时程上的考量 港区内外都有急迫需求 渔船的大型发 过去渔船如果说500吨就是很大的船 但是现在已经将近2000吨 那它停泊的深度会不一样 所以前证如果这些停泊的深度不够的话 那很多船是没有办法回到台湾来 那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就是把整个港区去浸深 从原来4.5米到6米浸深到7米 所以这个大概整个经费大概15亿左右 另外一个就是整个这个浸深跟码头的部分 包括那个渔市场卸鱼的设备 包括整个后续的仓储冷冻 甚至运销中心一起来做 洋洋洒洒列了好几项 还有地下水稻系统 周边景观及休憩环境营造等 软硬体都要一并提升 只是台湾饱受公共建设闲置 大笔公堂投资浪费之苦 高雄苦山鱼市场就是个前车之间 一边欣赏夕阳海景一边品尝鲜美海鲜 一年渴望带来三百万人潮 创造三亿以上商机 高雄市政府花前瞻预算补助 打造的古山鱼市场市值1.6亿 号称全台最美 甘鸣 初一生来大家就是感觉很稀奇 你现在一个顾着感觉没有什么看头 生意都不好都没有人 你有没有去里面吃过 太贵了我吃不起 一碗面就要两三百块 那也这样 去年10月21日明明风光开幕 一度被富裕能活化成绩半世纪的 古山鱼市场 四天涌近三万人潮盛 怎么最后变成门客落缺 我上次来的时候 我们少了好久 很犹豫到底要吃什么 因为真的吸引度都不太高 你看我们现在镜头拍到 这一间好像也是刚撤走 也不知道撤走多久了 那些设备柜台也全部都是拔掉了 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 真的蛮可惜的啦 艺园透露刚开幕时 摊桑树原本有17家 最后腰斩剩下6家 当然和生意脱不了关系 古山鱼市场不到一年 就宣布停业 拜托 里面根本就不是什么鱼市场啊 全连的海鲜都比里面还要来得多 你的外面是哈马兴的传统市集 的东西都是很便宜 而且都是非常道地传统好吃的小吃 那你大概在一公里外是战库群 那我就看不出古山鱼市场 它的定位到底在哪里 虽然已经停业 一个是南仁湖集团他们自己经营的 那一个区块是招商进来的一些摊贩 他们是采一些属于 百货公司的经营模式 古山鱼市场由南仁湖负责营运 高雄市海洋局督导 高山区渔会也有派员协办 进行检讨后 承卖人员找到问题的癥结点 它的动线的部分 没有把搭渡轮的旅客 让它走到后面去 一下船 他们因为不知道后面有 古山鱼市场这个卖场的位置 所以他们可能就一出去 他们就直接就离开了 其实古山鱼市场在停业前 市府拼命办活动救人气 今年暑假冰品市集 加年华大港阅兵 就选在古山渡人站前 全区还免费入场 心情如果不吃冰 心情如果好也吃冰 最好是33家 全部都吃到完为止 市府原本预期 砸下1.6亿的最美鱼市场 能够摇身一变 高雄农鱼精品展售中心 如今产丹收场 营运团队还在重新调整定位 最美鱼市场的最美玻璃屋 在夕阳的照应下 依然是改建亮点 既有的历史气息还在 并没有被抹灭掉 这次停业三个月 预计年底回归 还望华丽转身 彻底进行市场评估 及损益分析 可别又重蹈覆彻 到处勤建文字馆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